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咸鱼经》《微妙比丘礼品》中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时代 许多贵族种姓妇女出家后 深感自身的贪淫、称怒、愚痴种种习气 都还没有消除 他们便结伴 如果丹妮在淫欲里 随着岁月的滋长 男女之间的情欲深重 难以割舍 到了临命中时 已知堕入三恶趣 无有初期 那些贪恋家庭的人 你们看看 这种深不可拔 对于家庭的爱恋 皆由忘心作意的缠绕束缚所致 这种痴情义迷 实在是比 还关在牢狱里还要痛苦 更无法解脱呀 我过去生长在一个婆罗门家 成年后 嫁给了一个门当户队 又聪明多才的青年 并且有了一个孩子 后来公婆相继去世 到我怀第二胎时 我跟丈夫讲 我现在有孕在身 产期快到了 这里又没有婆婆料理 我得回娘家去 这样比较安全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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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孩子出生污秽满地 血腥里招来不少 表达她丈夫 我只好强忍悲痛 身背大儿子 怀抱婴儿向前行 走着走着 一条大河 横在矿无人烟的半道上 河水猛涨挡住去路 我放大儿子在河边 抱婴儿过河 当放下婴儿回来背大儿时 大儿子他自己跳下水来迎接妈妈 这时一个浪头打过来 大儿子被河水冲走 淹死了 我回头又去看小儿时 小儿却已被狼吃掉了 我悲痛欲绝 无奈孤身头本娘家 谁知娘家前些天失火 全家都被烧死 无一生还 我不得已而改嫁 一夜丈夫酗酒大醉后回家 我因生产的紧要关头 不能前去开门 这样子便发酒疯破门而入 将刚出生的儿子说 然后以苏油煎烤逼我吃下 我不开口 他便将我王子服务了 只好吃下刚生下的孩子 我事后越想越觉心酸 不久便逃到一个叫波罗奈的国家 靠在城外路旁的树下休息 当时这个国家 有位长者的儿媳不幸亡故 他儿子尝到城外祭奠死去的妻子 这一天 恰巧发现了我 便问我是哪儿的人 我把一切遭遇告诉了他 他十分同情我 没过多久 我再次和他结为夫妻 可惜 好景不长 长者的儿子不久 便得了重病 去世了 按波罗奈国的风俗 我必须陪葬 于是我作为陪葬品 被义气埋入土中 给老公 给老公 又赶口 夜里有一伙盗墓贼挖开坟墓 我得救了 这盗贼首领见我长相端正 便娶我为妻 时隔不久 盗贼首领被捕获开头 他手下的贼人们 又依本地民俗将我第二次陪葬 三千以后 有野狗豺狼来挖坟吃尸 我再次得救了 于是我深深自死了 存情造了什么罪孽 使我短短失忆 遭遇如此苦难 死而复生 我应该依赖什么才能保全余生呢 这时我想到了佛陀 我来到世尊面前 讲述所发生的一切 得到世尊的同意后 我替法出家 调伏自新 经济修持 正得阿罗汉国位 这才了解到 现世的种种苦难 都来自于我前世的罪过 请问 您前世犯下了什么过错 一直遭受这样的灾祸 你们仔细地听 在过去世 有一位长者 虽然财富无数 却无儿女 她便娶了一位小妾 生了一个小男孩 长者的大夫人 极度心很强 心想 我虽出身贵族 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继承家业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 成了家里的主人时 家里的填社财产 都变成在她的名下 我这一辈子辛苦 积聚财产 到后来 全都不是我的 大夫人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心里思量 不如早早把孩子 杀了 移除后患 心意已定 她偷偷拿铁针 扎入小孩顶门上 铁针完全没入 让人无法发现 结果小孩 小孩渐渐生病 数日内就死了 小妾伤心悲痛地 死去活来 怀疑是大夫人 心怀极度 杀了她儿子 前去支援 如果我杀了你的孩子 就让我生生世世 丈夫被毒蛇咬死 儿子被睡淹死 被狼咬死 我将被活埋 自食其死 父母大小 全被大火烧死 你凭什么冤枉我 凭什么冤枉我 那时大夫人以为 没有因果报应 可曾经的毒种发誓 如今全都应验了 没有谁可以代替 那时那个大夫人 就是现在的我 今日我虽然正得阿罗汉果 恒时有热铁针 从我的头底自入 足下穿出 我昼夜感受此苦 没有终结的时候 比丘尼们听完说 说法后心生恐惧 关玉之本犹如赤火 贪玉之心永不复生 一时入定 都正得阿罗汉果位 我们大家曾被淫于千禅 不能自拔 今日有信德蒙尊者 慈悲开导 让我们得以独托 生死苦海 而到达解脱的彼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